国道昨天发生严重的连环车祸 造势的统联客运的驾驶 它到底有没有疲劳驾驶呢 那么当时车上装有8只的监视器 检警在经过调阅之后 结果发现这名驾驶一路上呢 都是边开车边按摩它的脖子 它的头部看起来是要提神 我们请方评文告诉目前最新的情况 各位观众在国道发生45伤的大型的连环状的车祸 那么今天一早国道的警方呢是特别调阅的 当时统联客运里头上面的监视器 还有行车记录器来看看到底 这个驾驶有没有疲劳驾驶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监视器上面看到 整段路驾驶全部都是一直按着脖子 看起来真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来听一下赵总这一段访问 它在开车有点精神的现象 然后它就是在开车过程中 它的观众在驾动的时间 然后就没有踩刹车 然后就是撞到前面那个无法车的连环状的车 从监视器的画面看到其实是这样 然后在我们在各位驾驶人 做的训评评论里面 那驾驶人他说他开车是连环状的70至80 因为看到前面 也是车后有点贵头听听 他没有踩刹车就直接撞到了 但是结果结果表示呢 其实当时他们发现行车记录器上面 童年客运在撞到保全车子的时候 时速是高达了90公里 因为完完全全没有踩达车 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国道车祸意外 但是童年客运的司机呢 整个路上竟然全部都在按脖子 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的精神状态 真的很不好 有没有疲劳驾驶 还有带检察官进一步理清 一张向今情况把今还给台北棚内 边开车边在按摩脖子 是不是为了要提醒有没有疲劳驾驶呢 现在监警还要做进一步了解 这是目前我们掌握最新的消息